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接下来我们来聊的是 4月份的主题单元 2023年春游星座该往哪里去 基本上春游当然 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目标了 不过我们希望借由星座这个主题 给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 跟参考的选择 那么请大家参考你的上升星座 太阳星座 当然也可以参考你的金星星座 因为上升星座会代表的是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强化 活化你开心 或者是比较容易幸运的领域 那么太阳星座以及金星星座 代表你去玩的这些地方 它可能会激发你的活力的能量 或者是金星很舒服的能量 那一样我们要来讲的是4个元素 所以请参考我们以下的4个元素 第一个如果你的上升太阳金星 在火象星座的朋友 那我们来讲火元素它跟哪些地方有关联 火元素顾名思义 第一个一定要炎热 所以你可能就很适合去一些阳光充足 温度较高的地方 也许是什么泰国曼谷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或者是海岛一些很热情很舒适的地方 这个是火象能量的第一个重点 再来可能就有炎热的特质 比方说地热谷 有些地方是你不一定要去泡温泉 可是当地有些地形是有地热的 或是好像火岩山的那种样子 或是有沙漠特辑 这种热的感觉 其实也很适合火象星座朋友 去补充火的这种能量 再来就是需要用到火 比方说什么呢 露营烤肉 需要烤肉大家很开心 这个有用到火的元素 也会很适合火象的族群 还有一个就是烟火 我们知道火象星座的元素 它跟欢乐快乐刺激有关 所以火象星座的朋友 也很适合去乐园 台湾有很多乐园 国外有很多乐园 可以自行地做一些选择 所以火象朋友就可以参考 另外有时候火象的族群 它很需要让自己的能量燃烧 脂肪燃烧 所以可能会想要玩一些刺激的 除了乐园里面的云霄飞车以外 你可能想要去什么 开卡丁车 海滩车 或是有些地方它需要奔爬的 体力的 其实也都很适合火象元素的朋友 那再来火元素其实跟我们的方位是有关的 东方就是火元素的一个代表方向 比方说以台湾来看的话 东方就包括了像花莲台东 宜兰有一点点啦 所以你可以去找这些地方 你觉得不错的景点去做安排 更重要的是因为今年的春游这个时间 刚好木星都在白羊座 木星代表的是外国远地 所以火元素的上升 太阳金星星座的朋友 很适合出国 或者是你不出国 你在台湾环岛 或坐火车 其实也是很适合你们的地方 因为带有木星的元素 能够让你们在春游当中更添好运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你的上升太阳或金星 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土元素它跟什么有关呢 当然就是土地草地跟地接地气有关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去那种 绿意盎然的地方 比方有草原啦 然后这个森林啦 国家公园啦 或是爬山啊 可是不见得要很高的山喔 像丘陵一点的啊 这个有些步道的啊 其实也都很适合 土象星座元素的 一些星座朋友 那另外呢 也很适合什么呢 这个有美食或享受的地方 有时候土元素的朋友呢 不见得要很激烈 很感肠 你喜欢慢慢悠闲的 去想想花啦 泡泡汤 喝喝茶啦 吃吃美食啦 这些地方也都非常非常的 适合这些土元素的地方喔 有花有草的地方也很适合你 那土元素跟什么方位有关呢 跟南方有关 所以呢 以台湾为例啊 也许就很适合去什么呢 屏东 高雄 跟乡村啊 或者是原野啊 大自然有关的景点 都超级超级适合土元素的朋友 那么我觉得呢 土元素朋友呢 在今年喔 因为在春游的时候啊 刚好精心来到了什么 金牛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春游呢 你们还可以带有一点点那种 享受生活 多一点的地方 比方说 可能是有什么包动的民宿啦 比较漫游的地方啦 可以去吃喝玩乐 可以去购物的地方啦 带有点罗曼蒂克的 赏花的地方啊 我觉得都超级适合 这个土元素朋友 今年的春游选择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风元素 因为呢 上升 太阳 还有金星呢 其中一个 都在这个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 天秤 还有呢 这个水瓶座朋友 那这个风元素呢 我们通常都跟风有关 大家可以想想看 哪些地方跟风 会有一些连结呢 你就很适合去 今天要去开车兜风 当然也是可以的啦 那基本上哪里有风呢 通常是怎么样 高处的地方会有风 所以呢 你们就很适合去 有这个高度比较高的城市 或者是地点爬山 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什么呢 高楼 比方说像我们台湾 有101高楼 对不对 你想去杜拜 看它的高塔 或者是去哪里 去那个高塔的 这个顶端去看 OK的 然后这个顶端餐厅 也很OK 或者是有吊桥 哪里有特别美景 特别好的吊桥 我觉得也很适合 还有什么呢 缆车 像台湾可能有猫缆啦 对不对 那你可能去国外 它有不同的缆车 超级适合 这些风向族群的朋友啦 另外呢 我觉得呢 风向族群呢 它们比较喜欢一个文明的地方 就是 可以看看风景 聊聊天 不要太累 对不对 要当大都市啊 什么巴黎啊 伦敦啦 纽约啦 这些大都市可以去当地什么网红咖啡厅啊 百年甜点老店啊 这种地方喝咖啡聊是非 然后去购物 嗯 这个是风向星座的人很适合也喜欢的 还有就是博物馆跟美术馆啊 所以很适合这个风向星座的朋友去选择 另外 以方位来讲 风向星座呢 跟西方有关 所以以台湾为例啊 西方可能包括 台中与南像是彰化啊 云林啊 对不对 嘉义啊 台南也有一点啦 这些地方有一些你觉得不错的景点 惬意又舒服的 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风向族群 那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树林的也不错 为什么呢 树大招风嘛 有一些风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适合风向星座的 另外要补充一点 因为春游的时候啊 刚好冥王星来到水平座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 其实风向星座也很适合去一些神秘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寺庙 有什么样的乡村传说 有一点点神话 我觉得可能也蛮适合你们的哦 最后呢 来看一下上升或太阳精心在水上的朋友啊 包括了这样子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朋友 你们就很适合靠近水的地方 海港海湾河啊湖啊 这些地方特别适合 那要做什么呢 比方说去吃海鲜啦 对不对 做游艇啦 然后呢 去海钓啦 饭粥啦 浮浅啦 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做赏金团 反正就是跟海洋有关的 都很适合靠近海 湾水 去游泳 有湖子 特别适合这个水象族群 那再来呢 水象族群很适合就是 跟家人好朋友一起 因为很重感情 所以呢 那大家能够一起呢 一路去玩 或者住在某个地方 这个三天两夜 我觉得也很适合 水象星座的朋友 去参考选择 那再来呢 这个水象星座也有关于什么呢 像 瓶酒 酒这个水也是 所以像酒庄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哦 那么水象星座呢 跟我们的北方是有连结的 所以呢 以台湾为例 像是 桃园啊 台北啊 基隆 当然你想再更北 日韩是不是可以 当然也可以 海岛可不可以 可以哦 或者是你要去其他国家 这些地方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哦 那么水象族群呢 在今年呢 我觉得 因为海王星啊 一直在这个双尼座 好 土星也来到双尼座 所以还有一个地点 你们很适合 就是 可能你们要追剧啊 那个剧里面有拍摄的场景 或者是呢 有点传统的地方 好 像我们去日本都看寺庙啊 对不对 看一些古迹啊 其实也非常适合水象的族群哦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四月份春游的参考景点 希望大家呢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祝福大家春游愉快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